Hello 大家好 莎姐 我剛才看了一個很感動 真的很感動 你是想不到 李嘉誠出手捐25萬個口罩 算了吧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要捐 他當初 做廣告 鋪天蓋地叫人在店鋪 人紙牌 只有20盒 又不肯送 還要有人敗 現在快說送25萬個 好像25萬個都不是25萬個 算了吧 但我覺得很感動 當然不是李先生那一件 就是 中銀 中銀香港 捐助公益金 13萬 支援基層人士 醫護人員 確診人士和其家屬 13萬 第一 你可能會覺得是一個小數目 其實13萬不是一個小數目 第二 你想想 中銀被黑暴搞到這樣 他每次都被黑暴搞到這樣 他只是 不裝收費 ATM 什麼 都是一個很大的數字 他依然肯捐出來 其實他真的很好 他 這個就是 公益金 即是他捐了13萬的公益金 就是支援疫情 公益金會準備 5萬份愛心防疫包 就給基層市民 約細社群同 就會2月底至3月期間派 另外會準備9萬份個人防疫 就給全體醫管局員人員 對於 支援確診香港居民和其家屬 經濟支援就是 每人 好像 死者和家屬 確診 各撥款5萬元和2萬元的衛民金 所以我覺得 有時候真的人間有情 但又有些人喜歡 拿這個政治去做show 我今天也看到 有一篇文 JUST SHOW CLUB 有一個說 很多時候都會說 今天哪裏哪裏派口罩 哪裏哪裏 我看到有兩個人 那個什麼 Tommy啊 Tommy啊 阮民安 又是說派 另外一個又是說 你要說什麼光復香港 喊口很瘋 還要寫得出來都好東西 那你不要派 對啦 你派的時候 人家這樣和你登彈 已經賣完廣告 還要有人喊口號 癡癡癡癡 是不是 自己真的沒有人支持 就要做這些事情 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或者提高自己的店鋪 知名度 不可理喻 人家這麼恐怖 有時候 我覺得香港人是 自私的 但是以前 就算自私也有個 譜 但現在我覺得香港人 不單是自私 簡直是智障 他覺得這個 是對的 你才覺得神奇 以前的人是覺得 我是不對 但是自私 人都是自私的 只要不太過分 就OK 但是現在的人 就說 你不發聲 就是我的 很奇怪 我想沒得救了 這些自力問題 倒套到這樣的地步 我真的覺得 他是不是應該由小學讀起 從小學開始 重新認識這個世界 重新學習什麼叫做 基本禮貌 基本禮儀 那些 但是 都沒有辦法的了 有這麼多失智的人 都沒有辦法了 另外提提大家 戴口罩的時候要小心 今天說9巴有一個人 在9巴有一個人 在9巴有一個人 送院後不治 大家小心 我大概可能猜到 未必是事實 但我 就覺得有這個機會 因為我今天 就戴著口罩 上班 不太長途 大概是 一個小時不到 因為我一小時左右 戴著口罩一小時 但因為狗巴沒有開冷氣 我不知為何你在抗疫時期 其實是應該開冷氣 讓空氣流通些 你不開冷氣是被迫 你知道大家戴口罩 你不開冷氣根本就無法呼吸 好了 我戴著口罩 我三、四個自己已經開始想暈暈和嘔吐 因為很辛苦才熬到一小時下車 但戴口罩得久 如果你呼吸不順 就像我那樣 氣管有問題 你會覺得頭很痛 肩膩暈 我想這個人是否因為他暈暈了 所以就沒有人分子 即是是否會被迫暈了 因為他最初狗巴的司機就是 第一 他可能坐樓上 第二 他這樣暈暈了 他挖著一個窗 他們以為他睡著了 誰知就是昏迷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也小心一點 跟老人說 別關掉風扇 即是上面的風機 隨便空氣流通些 隨便帶風些 如果是完全沒有風的 你寧願他有風 你呼吸得順暈 最多穿多一件衣服 但如果你覺得他沒有風的 你應該叫司機立刻開冷氣 不是 大家在這麼焗的車廂 是很容易出事 不要說有口罩 你沒有口罩都很容易焗暈 今次就講到這裏 希望大家都廣傳開去 等其他人注意一下坐巴士的問題 今次就講到這裏 拜拜